第六届道赛598杯球类锦标赛 4月2号 3号 4号在卓西乡的山里部落热闹举行 这是有一群部落年轻人以募款方式举办了篮球赛和排球赛 今年不受疫情影响了报名人数高达千人 来自邻居乡这选手也共享了充满运动风气的连续假期 每年的清明连续假期在卓西乡的山里部落都会举办598杯球类锦标赛 吸引不少年轻人返乡参加 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了 报名人数也都额慢 参与人数也破千人 第一届第二届本身本来是以走行乡为主 但是民生越来越大了没有办法 报名的次数就越来越多 包括一直到桃园啊高雄 只要是原住民的他都可以参加 也没有分原住民的只要是有喜欢打球的 就他们就会来报名 那比往年太多了 今年不受疫情的影响 如期举行从原本单一篮球赛 延伸出排球锦标赛 歌唱大赛让部落族人更加肯定活动 我想说跟我们这个自统道德的年轻人 598的老板发起 我们是协办单位 就组成一个很好的团体 就募款 我们所有的经费来源是 自愿募款 很公开的募款 然后就把所有的经费就投入在这次的598 我们从第一届到第六届 往往前前都是以募款的方式来进行 第六届道赛598杯球类锦标赛4月2、3、4号 在浊西湘的山里部落热闹举行 有一群部落的年轻人 以募款的方式来办理篮球排球赛 报名人数每年增加 来自邻近的乡镇选手 共享充满运动崩器的连续假期 这叫高双双 浊西湘 采访报道